大家好 我是文池 最近湖南省搞什么解放思想 所谓的 大讨论这个事情 引起了很多的关注 然后就有一种声音 就是说这么做 湖南省省委书记陈小明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有一种声音 就是他要引蛇出洞 习近平要引蛇出洞 看谁对习近平不满 好 收拾这批人 我又在想 就听到这个声音以后 我想到前段时间发生的一个事 当时就是很多股民 然后在股市赔了很多钱 然后到美国 驻中国大使馆的微博下面去留言 当时包括留言 包括点赞的人加起 能有将近一百万 再加上包括去印度大使馆下面的人 将近百万左右 是不是 这些人很多人表现的就是那种不满 非常直接 就直接针对习近平 真的很多人就是那么直接说了 你说中国的那些网军 中共的网军去 是能查到这些人的 这还用引蛇出洞吗 根本不用引蛇出洞 这一百万条蛇的遍地都是 要找得很容易的 然后就是说像以前 毛泽东搞什么引蛇出洞 但是确实不知道谁不满 谁是真的支持毛泽东 谁是在心里面 其实是反对你的 他要去试探你 那个时候人都是很小心 很谨慎的 大家说话都得防着别人 在家里面两口子可能说话 都不是真心 对吧 那个时候你说 领子和袖子脏了 那被人一举报 那问题就非常非常严重 现在不是这样的 就现在你说中国的老百姓 到处都在讲 吃饭 饭桌上就开始骂习近平 这情况都是有的 是吧 打电话 不高兴 就开始说习近平 怎么怎么地的 对吧 通过各种各样的 这种方式 你看网络里面 你看抖音 对吧 抖音的简直 那很多话说的相当过分 对吧 这到处都是蛇的 百万千万 遍地都是 你怎么还谈到 饮蛇出动 我觉得这也没有必要了 是不是 你就按照他们 那个电脑的ID去查 对习名不满的人 太有人在 是吧 说人多了 那你就挑一个典型 最典型的 这个胡舒立 是不是 他的财新 那几篇 两篇社论 说的就已经非常直接了 是吧 你饮蛇出动也好 你反应我吧 你反应 你先把胡舒立抓起来 也没抓起来 中国太多太多 这样的知识分子 已经非常明确的表现了 很不满的情绪 习近平也不能把它怎么样 也没有做什么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 非常明确的现状 对不对 所以我想了想去 把这种所谓的什么 大鸣大放 什么引蛇出动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 说不过去 真的没有必要 对吧 很多人已经相当相当不满了 那种态度就说 你抓呗 有本事你就过来抓我 对吧 你把我抓进去 对吧 我还省了饭钱了 正好我现在没米下锅 没地方吃饭去了 对不对 很多人都是这个态度 对吧 大不了你抓我 对不对 我能把我 你还能把我怎么地 习近平他也是一点办法没有 所以我觉得 左思右想这样 我就想这个 就是解放思想 这个事情 他真的是没有这么简单 那有人说 说这个 中共的湖南省委书记 沈小明 他是为了讨好习近平 对吧 就是讨好习近平 现在这方法 简直用的太多太多了 就是很多人这个方式方法 你用 搞不出点新鲜的水平来 人家习近平都看不到 都不知道你做了这个事情 什么事情 所以说 他就采取了这种方式 用解放思想 这个词 然后来吸引习近平的注意力 然后讨好习近平 我觉得这个事情 也很难说得通 这个事情 他别的不说了 咱们就现在看目前的状况 目前的态势 对吧 反正国内媒体可能说的比较少 在国际的这个媒体上 在这个华人圈子里面 大家看到这个事情以后 那还真的是 非常的这个混乱 而且让很多人想起 这个邓小平时期的 提到的这个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废除两个凡事 基本就是打碎毛泽东思想 那个状况 他其实 引起的这个舆论方向 很大程度上 是对习近平非常不利的 很有可能是让习近平 吃不了兜着走了 实际上 沈小平真的是想要得到 这样的结果吗 真的是想要惹怒习近平吗 我不清楚 他脑子笨到这种程度吗 为了让习近平高兴 对吧 为了得到习近平的赏识 用这种 让自己非常有风险的方式去做吗 我觉得这个也很难说得通 对不对 你就学蔡奇就完了 对吧 入脑入心入魂 这是最好的方法 习近平他最吃这一套 你知道吧 你恨不得你这样 荒唐到那种程度 说什么 一个孕妇 说学习习近平思想以后 有态动了 对不对 就这种方式 习近平他都吃这一套 他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知道了 所以说你干嘛 你要讨好习近平 对不对 你可以采取很多其他的方法 真的没必要采取这种 就是说非常冒险的这种方式 很有可能 现在这个沈小明很有可能吃不了兜日走 是这样的 然后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沈小明 他是习近平这一派系的人 不可能反对习近平 具体原因咱不一定清楚 但是他肯定是不会反对习近平的 你们就不用多猜测 这个事情谁能说得准 对不对 这些年 胡建军不是习近平的人吗 国防部长不是习近平的人吗 秦刚对吧 外交部长不是习近平 都是习近平的人 但这习近平的人 他们现在也都反了 对不对 也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了 习近平也把他们拿下了 是不是 人和人之间这种关系 其实是很复杂 有的时候也很微妙 有的时候变化起来 速度也是会非常快的 今天还是你的人 明天可能就是你的敌人 对吧 越是以前可能走得近的这些人 可能最后反目成仇的时候 彼此的仇恨越大 这就是很现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我这两天 就总在思考 怎么就突然提出解放思想 对吧 解放思想 很多中国人 现在其实我对中共的党史 并不是说非常了解 就这些年做了时政评论了 知道一些 以前不是很懂 但是有一点我明白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就是以前听到的这样的新闻 太多了在中国大陆 我都从中国大陆出来了 好快20年的时间了 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 然后邓小平理论 什么什么等等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真的是没有那么简单 它就是延续了 我的想法就是财新 前段时间不提到了 解放思想那个事情吗 这边就给你 他提到了实事求是 财新那边 然后这边就提到了 解放思想 所以说往下 我觉得可能还会 不能是可能了 应该基本上大概率 还会出现很多 类似于这样的这个事情 这两天 习近平这有 又快好 两个礼拜没有出来 当然过年是一方面 也不知道他 他都在干什么 这两天 对不对 整个这个局势 变得有点 这个晦暗不明 习近平他到底怎么了 对吧 现在到底是一个 什么思想状态呢 对吧 但是他虽然不出来 整个大的这个局势 变化还是这个 很大的 就是经济方面 像今天外交今天我也提到了 那个就布林肯说的这句话 你要不是 不能作为我的这个客人吧 就坐在餐桌旁 你就要进入这个菜单 对吧 就是进入这个菜单 就这个话 我觉得说的已经是非常非常直接了 他已经对习近平造成 一定会对习近平造成 非常大的这种心理压力 旁边的人也会看 对吧 现在都已经变成是这个样子了 经济方面 这已经说了好一次了 让你反复再提 对吧 一下子 让你回到三十三十年前 这就是目前习近平所处在的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可怕的这个状况 这两天吧 就因为谈到这个解放思想这个事情 很多不同的这个争论 反正就是我要一点说点什么吧 很多人老说 哎呀 文人你太幼稚了 你这个想法太单纯 没有那么简单 对吧 好像总是 大家吧 总是愿意把那种 就是好像让人感觉起来很有希望的那种想法吧 给他扑灭掉 总是觉得好像这个这个习近平也好 中共也好 他们是很老辣的 他们是很有手段的 他们是很厉害的 好像是无可战胜的 就这种声音非常非常多 你知道吗 如果说确实是非常幼稚 啥也不懂 那也没有什么可说 但是大家想想我这些分析难道没有道理吗 非什么非要总想着说 习近平中共就是很强大的 为什么总想着就是没有希望了 对不对 哎 整体呢 这一集呢 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